第一位是提莫 提莫要講PTT的事情喔 來提莫請 來個麥克風 麥克風 麥克風 計時 欸 喂喂喂 好好好 播播 OK 好 大家早 早 我要講一個故事 就是 5月16號星期二的晚上 下班的時候啊 我收到一則訊息 就是我們 我們有很多開發者在我們 就是共同維護 不管是PTT的新版本 舊版本 然後其他新功能 或者是修改一些BUG這樣 5月16號那天下班的晚上 我們按照網例都是 禮拜二晚上10點 會有一個線上的會議 那每一次都是自由參加的 我們通常都會是 五六日可能會有一些 程式碼的遷入 然後會有一些 程式碼上面的討論 然後星期二 每個星期二晚上 我們會有一個 在線上大家一起開會 就是 其實是閒聊啦 對的日子 對那 那禮拜二的晚上呢 那一天 就是 大概七點多要回家的時候 我收到一則訊息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漏洞 它可以讓 壞朋友 繞過註冊的方案 然後直接大量的吸我們的 那個新的帳號申請這樣子 對那 那天晚上我們就開會了 就是 我們很迅速的討論 這個漏洞應該要怎麼解 當年為什麼在二十年前會寫下那行程式碼 然後 以及那個程式碼到了今天 為什麼是一個漏洞 對 所以 我很開心就是有這麼多人 就是在這兩三年期間 就是持續的陪我們 禮拜二晚上一起做這樣子的開會 我們雖然沒有要求大家一定要會寫程式 一定要會什麼 特殊的技術或技能 但是每個人都很關心 我們的社群 如何在就是網路上面繼續良好的活下去 對 所以 我真的有很多要感謝的人 謝謝大家 那這份名單呢 我們今天會再做一些整理 補充它 但是 真的很感謝 因為當初這些人都是從G0V找來的 所以 謝謝大家守護 就是整個網路社群 跟自由的開放討論空間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年輕的人有聽過PTT嗎